寿命的长短也跟很多因素有关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长寿老人对有哪些特征 第一是心态好 心胸比较开阔 烦恼也就比较少 那些人的身体的各项器官 也会在一个好的范围内 正常运行 怒伤肝 忧伤其 那经常 暴躁易怒和忧郁的老人呢 会一直处于一个消极情绪控制下 那就会不自觉的伤害掉器官 第二呢是行动自如 腿脚健康 那很多长寿的老人呢 平时呀可以行动自如 腿脚部位呢没有病痛 人的腿脚部位好 说明关节肌肉 大脑等都是健康的状态 所以这样的人呢 能够活得更久 比较容易长寿 那在生活中呢 许多年纪变大以后啊 腿脚方面都会容易出现问题 第三是胃口好 年纪变大 很多人的胃部会出现问题 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 胃痛恶心 食育下降等 最后呢就是要保证 睡眠的质量 长寿的人呀 平时睡眠质量比较高 没有失眠多梦的情况 高质量的睡眠呢 会直接影响人体体力的恢复 会直接影响一天的精神状态 能够降低患病 以及意外的发生率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